我們今天就是要再回來談價值投資 這個價值以前我們都用高登公式 那高登公式對很多人來說 投資者來說是很不太習慣 又是那公式看起來就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用 還有折現怎麼算 那這裡的話 你看我們先看 很多人都說 這個現在股價這麼高還可不可以買 那我就說可以買 可是很多人還會問 那James現在價錢是270 那如果今天是什麼價錢 你就不會那麼果斷的叫我們買 那我說今天如果是股價是1000塊的話 我就不會叫你買了 那這1000塊怎麼來 那你要了解 為什麼這270是不貴 這個就是投資者我們要了解的 那從很多一般的人對PE比較了解 所以我就從PE開始講起 如果你用PE的話 SPY去年會發5塊5 第四季還沒發出來 發出來我覺得接近5塊5 跟我的predict很接近 那SPY的payout ratio差不多三分之一 也就是三分之二沒有發出來 所以SPY到底賺多少 一股一個share賺多少 就是它發5塊5 可是有三分之二沒發出來 所以乘以三就是16.5 對不對 一股是賺16.5 所以earning per share 16.5 可是它每年是10%在growth 從dividend growth 我們就假設它是earning也是10%在growth 所以三年後它會賺21塊9毛6 那你今天是用276去買的話 請問三年後股價都不漲 三年後的PE是多少 是12 對一般人來講12就非常便宜了 對不對 所以276塊不漲 你等三年肯定漲 肯定漲 這個是從PE的角度來看 現在還是不貴 了解嗎 這是從PE的角度 好 那我們下去 從各種標的的折現價值來算 那我就在問 那什麼叫折現價值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折現價值 那我們就用一個問題來問 就是說假設今天有一個股票或是有一個投資 它每年都會發一塊錢給你 forever 請問這個你要付多少錢 以前我們都問過 你們有答案嗎 要付多少錢 不知道 好 那我再問 如果今天發一塊 明年會發一塊一 就是10% growth 那每年都以10% growth 那請問這個值多少錢 你要用多少錢嗎 如果這兩個答案你都不懂 那前面SPY你買了你就不懂 因為現在我就問你一個 去年發5塊5 今年會發6塊 明年會花6塊6 這樣10% growth 請問SPY應該值多少錢 同樣的道理 所以你要從最簡單的去解決了之後 你就會回來回答 回答SPY到底應該多少錢 對不對 那到底應該多少錢跟什麼有關 除了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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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發多少 還有股息成長率多少 有關 那今天我們看一個 就是 假設 假設今天發一塊 那 永遠發一塊 那forever 請問這樣子的一個股價應該值多少錢 你應該付多少錢 How much money 你應該付多少錢 我說有一個公司啊 每年會給你一塊 請問我現在賣你20塊 你買不買 還是賣你5塊 還是賣你7塊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付多少錢去買 那你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知道 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道的 你想賺多少 你想賺多少 這跟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借我一塊 明年我還給你 請問你覺得我應該還給你多少 還給你多少 比相當於那個percentage 就是說如果你期望10% 那你就是可以賣10塊錢 這個是ok 就是 這個就是折現嘛 我現在一塊 到了明年應該值多少錢 等於明年多少錢回來 今年是一塊 你如果今天是定存的話 一年如果1% 代表說你現在給銀行一塊錢 明年銀行會給你1塊01嘛 對不對 那個就是折現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期望只有1%的話 1%的話 那現在銀行說明年我給你1塊01 請問你應該付給他多少 你就付給他1塊就好了 你就會得到1%嘛 那你會說這樣利息太低了 太低了 那代表什麼 你不喜歡付1塊嘛 你可能說5毛 或者是8毛 這樣如果8毛 明年給你1塊01的話 那你回報率就是almost 20% almost 2除以8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差不多15%嘛 就15% 2 divided by 8嘛 所以咧 如果你期望回報率是15%的人 你就會給他8毛 那明年可以拿到1塊 那你就是這個期望 所以這個期望值決定你要用多少錢去買 同樣明年我給你1塊 請問你現在要付我多少錢 另外一個問題 那你說 有的人說8毛給你 明年給我1塊 那這個人就是期望15%回報 有人說9毛給你 明年給我1塊 那這個人可能就是12%回報 類似的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訂你期望回報多少 那我們先看看 如果我們買進金額是 你們想一個 如果你今天想要買 我們想一想 你用多少錢買 10塊 你用10塊 我們就用10塊買 ok 我們就用10塊買 對不對 那10塊買 我就講 你會得到多少 你會得到多少 你今天就是一個-10塊 那到底你現在付10塊 Forever每年都給你1塊 請問你的回報率多少 你就用IRR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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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R從那個10塊 B5到B65 我用60年算了 B5到B66 60年 65 ok ok 那就會是多少 等於IRR 10塊 所以 如果每年都給你1塊 你現在付他10塊 你就會得到10% 期望回報率你就是10% 那你說 可是我想要15% 那我應該現在給他多少 你想要15%的回報 你應該給他多少 這個就是你股價等到多少的時候 你才要買 那你就用IRR去看 這裡你就改啊 改10塊 10塊你改成多少 8塊 你就用8塊去買 假設你用8塊去買 你用8塊去買 你付8塊 那就12%嘛 你就得到一個12%嘛 要等了嗎 所以12.5 所以巴菲你說10塊可以買啊 可是巴菲特說等等等等 10塊太貴了 對不對 因為巴菲特期望值是20的話 巴菲特也不會用8塊 對不對 那巴菲特可能會用多少 他如果要20%的話 他用5塊 巴菲特等到5塊再買 所以為什麼巴菲特說我要等 對不對 所以巴菲特如果用5塊去買 他就得到20%回報 所以股價的決定不在於市場怎麼講 是在於股息怎麼發 你期望回報率多少 那就你可以算出一個股 股價出來了 就可以算出一個股價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回來看 我這裡已經做好的 所有不同投資的回報率 假設我們都把回報率都以10%來 都期望都一樣都10% 那請問這些投資標的值多少錢 這些投資標的值多少錢 好 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是每年都發1塊 Forever Forever 那值多少錢 10塊 那如果第二個 每年發1塊 第二年會發1塊1 那請問他值多少錢 如果回報率還是10%的話 回報率如果還是10%的話 請問你多少錢可以買 60塊 明白嗎 60塊 一樣回報率還是10%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說 我每年給你1塊 你現在給我10塊 跟另外一個人說 我每年給你現在1塊 明年1塊1這樣子給你 那你現在給他60塊 兩個是同樣回報率的 一樣的 所以很多人就以為說 啊P1好貴啊 現在60塊給你買 你現在只發1塊1 那你現在只賺1塊1 那你現在P60 好貴好貴 其實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啊 了解的嗎 60塊每年發1塊1 1塊2毛1 1塊3毛3 1塊4毛6 這樣一直下去 跟每年都發1塊 你又是-10塊 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啊 了解嗎 同一個同一個 那回來看 我們如果只談 XPY的股息 XPY如果只是股息的話 我們不要談他賺多少 我們不要談他現金流 XPY的股息多少 去算他的價值 XPY今年會發6塊05 今年會發6塊05 那明年會再10%就一直下去 對不對 就這樣一直下去 6塊6毛6 再來7塊3毛2 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XPY值多少錢 如果10%回報的話 你用多少錢買 你會得到10%的回報 330 你現在330去買 你還是會有10%回報 所以現在賣你276 貴不貴 現在市場上拿10%的回報 不容易啊 對不對 所以有10%回報 330應該也可以去買 可是市場還比這個便宜 市場現在多少 276 你回報率有10.7 你如果把它這個330改成276 你就有10.7的回報 所以比330買的時候好 所以現在貴不貴 不貴 那如果你XPY用現金流去算 現金流 什麼叫現金流 就是他賺多少錢嘛 真的賺多少錢嘛 乘3嘛 對不對 乘3嘛 自由現金流他乘3 他說賺多少錢嘛 Net嘛 其實這個還算保守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 自由現金流怎麼算 那這個18塊一毛5毛 他真的是賺18塊一毛 只是沒給你 你今天開一個冰淇淋店 賺了10萬塊 股東發5萬塊就好 另外5萬塊我們留著 可以過幾年可以開另外一家店 那這個5萬塊還是股東的嘛 還是股東的嘛 所以這個是真正你股東拿到賺大的錢 那如果這樣子繼續10%成長的話 你如果回報率10 股價是 HPY是1000塊耶 你看起來嗎 那如果HPY現在應該1000塊 你的長期回報都應該有10啊 所以咧 可是這樣子的話 不值得去投資了 為什麼 就是別的地方不用 像這種就 如果你去找得到 Dividend都給你發出來可以10塊的 你何必去買這個1000塊的 不需要嘛 所以我們現在買的276是 真正我們都可以拿到耶 還沒有藏在公司裡面的 那你如果是1000塊去買的話 是連放在公司裡把它算成一定是你的 那這樣就有1000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現在股價漲到1000塊的時候 今天 禮拜一如果是1000塊的時候 你問我說要不要買 我說不要買了啦 你這個 這樣子的投資很多 不需要去冒這個風險 可以拿到的 現拿到的都有10%了 何必去投資一個 以後才會拿到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說1000塊就貴了 1000塊就貴了 因為這樣子的標的在市面上就很多 好 那同樣的狀況我們就回來看 那 等一下我們算自由現金流怎麼算 我就跟你們講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先看說 如果從自由現金流來看 Amazon是值3000塊 Amazon是值3000塊 OK 自由現金流 如果明天Amazon是3000塊 我就叫你不要買了 了解這意思了嗎 可是現在是多少 1300而已啊 所以還有將近2.5倍 所以一般泡沫都會比價值乘3到5 如果今天我們算出來 SPY是276的話 那3倍的話 這麽力將近多少 800塊以上 800塊以上 我們就不要買了 OK 那個就貴了 Amazon如果今天1300 兩倍三倍 那就不太貴了 不要買 OK 可是你算出來以價值來算出來 你像這個用自由現金流算股價 你如果比這個接近這個不要買 因為自由現金流是把未實現的利益都把它實現 那你幹嘛去投資未實現利益把它實現 自由現金流不要 所以這個就是 那債券100塊買 你要每年發10塊的債券你才能去買 所以債券值得買 不值得買 一點都不值得買 你要去買 現在債券利益多少 2.8而已 對不對 那2.8你的回報率才1.9 你知道意思嗎 你不要以為你 債券你 債券你現在每年拿10塊 你以為你是 你以為你是回報率2.8 沒有1.9 因為60年的2.8其實是 30年後的2.8 其實轉回來是不值2.8 所以你的回報率其實 只有1.9 債券 所以很多人說 不要去投資債券 這個回報率這麼低 隨便找都有 你不要去投資債券 OK 不要投資 那Apple值多少錢 660 那現在Apple多少 所以你看5倍 所以Apple5倍 就500多你就不要買 現在價值還有 SQ SQ 290 OK SQ 如果今天 禮拜一290 你就不要買了 所以 XQ現在40 乘以5 200 XQ相對於它的價值還 相對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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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倍 快6倍 沒有7倍 7428 快7倍 NVIDIA 6000多 NVIDIA的 自由現金流的價值有6300 那為什麼NVIDIA的價值會那麼高 因為它的成長率比較高 你看NVIDIA的我用20成長 那其實NVIDIA成長率是更高 70幾還100多 那我只是用20 那已經很保守了 沒有好像是35了 忘記了 NVIDIA的成長 所以我用20算 那SQ的成長我用多少 也20算 那Apple的成長我用10%算 OK 這個10%算 那 那Amazon我用13%算 都不是很高 都不是很高 OK都不是很高 所以算出來都有這個價值 所以價值投資者是一定要知道你的價值 那現在的東西不貴 不貴 所以這個是自由現金流的算法 那我們回來看 這個整個自由現金流的 好 那 今天回來算 看我們的折現價值的 這個自由現金流的公式 那你可以記住可以問 營運現金流加上利息支出 就是利息把它拿回來當作你的自由現金流 因為那個 在減掉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因為你要營運嘛 所以你要資本支出 不然明年你就 明年你就沒辦法做生意 資本支出是相當於 就是說你如果不這個支出 以後這個產業就沒辦法 Forever 所以這個資本支出是must 那好像你就是說 OK你今年賺10萬 那可是你如果再不買一個冰箱 你明年這個冰箱會壞掉 你要買個冰箱 不然你就這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冰淇淋你做不下去了 那你這個資本支出就必要 必要的時候這個就是讓你營運能夠維持的 好 所以這個就是自由現金流 那自由現金流就是等於股東的權益 股東可以拿到的 自由現金流其實可以分出來的 也可以不分的 所以自由現金流就是 董事會可以決定我們要怎麼用的 因為那個是可以閒置在那邊的 也可以保留就留在那邊的 也可以發股息的 武力了對不對 這個是自由現金流 所以自由現金流是今年賺出來的 就是今年營運現金流 加上今年的利息支出 再減掉資本支出 這個就是可以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earning 其實是裡面還有很多investment 很多被扣掉的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個interest還有tax都扣掉 所以這個是公司賺錢的能力 賺錢的能力 好 那我們來看看Amazon 那怎麼拿到剛剛那些數字 怎麼拿到剛剛那些數字 你往下看 我們先不要看公司 先這樣 你去Yahoo裡面的cash flow 你去看這個2016年 這裡就有一個 這裡就有一個 這裡就有一個total cash flow from operation 就是剛剛的營運現金流 它就有一個數字 這個叫做16個billion營運現金流 你看 它從earning 從net earning 上面這個net earning 2371最上面 那個從income statement過來的 再加上這些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就是現金嘛 那可以拿來的 這個就是營運現金流 所以Amazon去年多了16個billion的營運現金流 可是它有一個capital expansion 就是花出去的6個billion 6.7個billion 在下面這個6.7個billion 所以這個就是Amazon的兩個數字 營運現金流跟資本支出 OK 那再往下 你去看income statement Amazon income statement 它就有一個利息支出484 可是它的 income before tax 是 它的income before tax是 3892 那它的利息支出是1425 你看Amazon的稅率有多高 你有沒有發現Amazon稅率 Amazon稅率很高 美國公司的稅率是非常高的 你這個稅率1425除以3892 36.6 美國公司的稅率這麼高 公司還可以run得這麼好 這公司很厲害 那現在要調到21 你覺得Amazon股價不漲嗎 你們最近看Amazon股價漲什麼樣子 了解嗎 第一季的財報一出來 我跟你講所有的股市都噴出去 我們稅率從30 多少 5 降到21 降到15% 最少資本利得最少20% 20% 巴菲特說我們現在的反應只有不到5% 5% 所以還有得漲 今年還有得漲 還有得漲 標準15%的漲幅之外再ontact 再加15%也不為過 這個只是如果你把那個稅率的benefit抓進來的話 所以美國的公司的稅率是相當高的 不要以為美國稅率他們會逃稅 沒有就是繳36% 繳1.4 billion 這個就是美國的 那回來看 我們回來看這個公司 剛剛說要談的 所以我們剛剛的數字都有了 對不對 16443 這個就是operating cash flow 再加上利息 利息減掉稅入注資 你把利息如果不去繳利息 那你就要繳稅了 這個就是稅的部分還是要繳 所以真正你能拿到的也不是那麼多 對不對 就是1減36.6 OK 再減掉你的投資 你總是有身材工具要投資啊 所以身材工具6個billion投資 所以呢 amazon2016年 2016年 還不是2017 我2016年算都值3千塊 2017當然會更值錢 對不對 那 它的自由現金流是 10 billion 那10 billion amazon的extension是481 所以 10 billion除以481 給了amazon的earning per share 其實是多少 20塊 所以很多人說amazonPE好貴好貴 一點都不貴 了解嗎 你去算它 那它的PE 60億啊 不是像很多人說300 沒有那麼多 60億 60億 但是PE40還是很便宜 了解意思嗎 了解意思嗎 所以咧 這個 你說那 有的人 你去看那個 比如說有些公司 它的 Earning PE 就很接近於 它的 這個很接近於它的那個 那個自由現金流的PE 為什麼那種公司會很接近 第一個 它的所有的自由現金流 等於就是它的Net 假設 那代表什麼 它根本都沒投資 它的產業都不用投資 了解這個意思了嗎 那這種公司大部分 就是傳統產業嘛 不是啦 不是說製造業的傳統產業 是像 我不知道 像美國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就是 就是這樣繼續 那最後那個公司就會 消失不見了 你說雜貨店坐在那邊 也不用再投資了 它賺的 今年賺10萬就是10萬 Earning就是10萬 那這種公司就不用 就是investment 那這個就是自由現金流的 所以從這裡來算 你就會發現說 美國的公司跟股票 目前為止都是非常